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单身 错过暗恋自己的女人 不是一次 而是数次 其实男人不想错过 然而这些男人不懂女人 即便情商不低 也高不到哪里去 情长的缘分既在于发现 又在于把握 单身男人没有发现 导致无听错过 把握无从谈起 男人要痛定思痛 虽然可以跌倒 但是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一 告诉你自己的弱点 女人会把自己的弱点 以及漏洞告诉你 让你在精神层面 以及心理方面触碰到 除此以外 女人彰显出对你的信任 绝对不会利用她的弱点 以及漏洞 减缝插针 总而言之 女人深信 你不会见到自首 女人的弱点 不会轻易让异性知晓 女人会掩饰及其伪装 在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出现之前 女人会用深藏不露的方式自保 但凡女人让异性知晓 那么说明 这个异性在女人内心的分量 举重若轻 倘若女人在私底下 把自己的弱点 以及漏洞 娓娓道来 女人已经方心按许 二 女人会在你的旁边操作手机 没有丝毫的防备 女人会把手机的锁评密码告诉你 之所以如此 正是因为女人经常让你帮她设置手机 女人会表现出一窍不通的模样 即使女人让你设置手机是否 女人趁机亲近你才是真 何况女人手机包罗万象 既有女人的隐私 又有女人的秘密 女人之所以手机对你不设防 并且女人让我在私底下触碰她的手机 正是因为女人已经对你滋生出情愫 她所谓的隐私 以及秘密 不是针对你 而是针对除你以外的异性 女人对于男人越排斥 在用手机期间 往往会尽自己所能远离 毕竟女人的手机跟女人早已形影不离 即便男人是她的男朋友以及老公 女人也会如此 只因女人不愿意让打心眼里排斥的男生 过于了解她 但凡掌控女人的手机 等同于了解大半个女人 话又说回来 女人在私底下允许你肆无忌惮地把闻她的手机 女人经常给你开大绿灯 让你在了解她的路上畅通无阻 三 女人在私底下 女人会允许你触碰她的头发 当你触碰女人头发的时候 女人不会生气 反倒会欢心以及愉悦 可见女人在暗恋你 你要知道 女人的头发等同于鸟类的羽毛 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 女人梳洗打扮的发型 绝对不会允许普通异性朋友接触 唯有你成为女人的一中人 那么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触碰 无论你撩拨还是抚摸她的头发 女人都会怡然自得 女人的头发除了她自己以外 唯独会让心爱的人去触碰 倘若你不确定女人喜欢你的程度 你可以尝试触碰她的头发 女人但凡做出强烈的回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女人不是对你没有感觉 就是厌恶你 至于女人喜爱你的体现 女人会在瞬间安静 四 告诉你她的生理期 女生的生理期是个让人很害羞的东西 一般女生都不会随便地告诉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要是不喜欢你 她们会让你离她远远的 连你在她身边待着的机会都不给你 但是如果她喜欢你 就不一样了 她希望你可以记住她的生理期 可以每个月提醒着她 那几天不要吃凉的 不要吃辣的 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关心 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你 她连自己的生理期都会故意告诉你 这还不是喜欢吗 毕竟是件很隐私的事情 爱一个人是很难的 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在单恋时 没有得到回应 还得继续坚持的时候 我们不想人生留有遗憾 所以就用各种的行为暗示 引起对方的注意 女人喜欢一个男人 就大胆地表白吧 其实就算被拒绝 也没什么的 难过一阵 笑笑就过去了 毕竟还没开始 也会少些痛苦 如果男人也喜欢这个女人 就主动点 女人天性毕竟含蓄 矜持 不如你就跨出这一步吧 女人愿意让你触碰这几个私密地方 说明她早已把你当老公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